主料,水鸭半枝,新鲜鱼心草,50克,辅料,粘10克,料就5克,将一块,油10克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鸭肉斩叶后,捉水,沥干水后,锅里放油,把鸭肉放去炒至变色,倒入姜酒,大火将鸭子炒干,趁时倒入一大碗水,煮它,小火煮10分钟,把鱼心草加成一小把,带鸭汤煮。 煮10分钟后,放入汤内继续小火熬半小时,烹饭技巧,水压油脂较少,味浓水清香,很适合夏天煲汤,鱼心草原名极采,因它得新鲜敬业中,有一股浓烈的鱼心气,不耐久闻,故意气味,而得名,再经加水煮熟,不但没有腥臭之闻,而且唯有芳香,会发出一种类似肉桂的香气,鱼心草入药, 中医热暖起味心,性寒凉,猛清热解毒,白桶小中疗状,力量除湿,见味消食,非常适合夏天消暑降火,可多食用,最好用沙包来煮汤,记得经常吸引表面的浮游,才可以的一碗适合夏天进而不淡的汤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